我是李Sir 我這條片是講中三的第七課 需要例子的7.11層題目 其實這個層次二就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它只不過是有兩個不同的變化令你覺得很困難 它就說如果保護生態的環境 我們就要估計一下 經過保護了之後 估計那些吞拿魚 吞拿就可以在2004年有八萬條 就說每年一年就會增加 又是了 增加是什麽呀 又來了 我在旁邊寫 又是文字轉符號 就是加6% OK 哪些都可以寫的 不用擔心 然後它就說三年 三年就會有這個6%的增長 然後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 1%就又寫下它 就是了 撥回1%加1% OK 那之後那些年份 就是說頭三年就會增長得多一點 就是6% 之後每年就會增加1%而已 OK 好了 那就叫你計一下2004年去到2007年 咦 數數手指剛剛好就是3年 所以就是2007 減204年就是3次方 就是6% OK 這個我很容易明白 那算到答案就是95280 那麼多了 那就correct to nearest 10 啦 那這個它要求是 nearest 10 啦 OK 好 那Bpart了 Bpart就問你去到2011年了 小心 重心 由於它頭三年是增長6% 那所以我們就先頭三年是增長6% 那1.063次方 就是剛才這裏 那你不寫這個可以嗎 就是這一部分呢 你可不可以不寫 這一部分可以不寫的 你直出這個答案呢 你直出這個答案是OK的 你不寫上面那個步驟是OK的 OK 那跟著下面這個呢 你都可以不寫的 就是說你這條息呢 可以直接用上面這個 1.06% 就是三次方 可以的 那1011 這三年呢 這三年呢 就會是它遞增1% 所以1加1% 就是4年 sorry 不是3年 4年 所以就是1.01的4% 那你可以不需要這樣寫也可以的 就是你直接寫這條息 然後立即出答案就OK的 那你不寫下面這個也可以 那這個就是要你認識的分別 哦 原來呢 它的進程是什麼 它的進程就是 哦 先有呢 就是哦 2004年 就去到呢2007年 這裏呢 就會增加6% 的3次方 然後去到2007年至到2011年呢 就每年增加呢 就是1%而已 1%的4次方 就是這樣的意思 明白嗎 那你分開來看 那你就不會一次過寫完 是6%或者1% 這樣咯 那大概就是這樣了 影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